为了守住万贯家产 父亲竟然禁止女儿恋爱结婚 后来当他得知 女儿偷偷给了情郎一笔钱后 他竟然一怒之下 将亲生女儿转禁了八年之久 大家好 欢迎来到尔林泊小酒馆 今天就为大家分享这部 非常经典的巴尔扎克作品改编电影 欧野尼·格朗泰 电影故事发生在19世纪的法国索尔城 格朗泰是这里最富有的商人 同时也是最吝啬的人 他家里的装潢非常简朴 一日三餐也总是粗啥淡饭 就连腊炉也是能省就省 寒冬腊月也舍不得生活趋暖 格朗泰把所有金币 都藏在了一个有着厚重甜美的房间 就连自己的妻子和女儿 都不知道他到底有多少钱 虽然老爷子吝啬贪婪又很狡诈 早就已经臭名远扬 但他的妻子和女儿 却非常善良人厚 和他竟然相反 不过只要不提前 格朗泰老爷子也会是个好父亲 他也会给女儿欧野尼一些零花钱 但他有个习惯 就是经常检查欧野尼的钱贷 只要钱没少 他就很高兴 这天是女儿欧野尼的生日 家里来了很多街坊朋友 有那么几个未婚的男子 借机对欧野尼大些殷勤 他们都想和欧野尼结婚 竟然得到格朗泰的万贯家产 格朗泰自然对此心知肚明 为了保护自己的家产 他宁可将女儿扔进河里淹死 也不会让他嫁给任何人 不料就在这时 家里突然来了一位青年 这人名叫夏尔 是格朗泰那个在巴黎的兄弟的独生子 夏尔长得美清目秀 英俊又白净 欧野尼看到他的第一眼 就立刻对这个堂弟形成好感 而且夏尔自幼在巴黎长大 既贪努不凡又愤怒偏偏 这不由的又让欧野尼 对他多拉几分 崇敬之情 然而另一边 格朗泰看到夏尔父亲的来信后 却是一脸愁容 原来这个兄弟因为债台高筑 已经决定自行了断 他死前只有一个愿望 就是拜托格朗泰照顾好夏尔 但是这个兄弟在信中 只字未提钱的事情 这让格朗泰非常恼火 他可不想自讨腰包照顾别人 于是老爷子就打算 尽快找回理由将夏尔赶走 与此同时 欧野尼却对这位英俊的堂弟 早已牺牲爱慕 在他枯燥的生活中 他第一次开始想象爱情的甜美 第二天一早 格朗泰也没有为夏尔特别准备早餐 他们一如既往吃得粗傻淡饭 这让女儿觉得非常势利 于是等父亲一走 欧野尼就立刻准备了一桌丰盛的早餐 夏尔自幼生活在富裕家庭 早就习惯了这些 他自然无法想象 欧野尼为他冒了多大的风险 他还说欧野尼如果穿上精美的礼服 在巴黎泡头露面 他一定会大方一彩 成为巴黎的社交名媛 欧野尼虽然不懂巴黎的事情 但他依然听得非常开心 结果就在这时 格朗泰突然出现 看到碟子里夺了几块糖 老爷子顿时不然大怒 他臭骂了妻子一顿 然后捂住碟子不许夏尔再加糖 不料这时 欧野尼立刻夺过碟子 他第一次当面顶撞了父亲 事已至此 格朗泰赶紧将一切告诉了夏尔 他的父亲已经自杀 没有留给他一分钱 还欠了很多债 这个消息给了夏尔沉重一计 他伤心的不仅是父亲的死 也是自己失去了经济来源 当时公正人和他的侄子 还劝格朗泰替兄弟偿还债务 这样才能维护格朗泰家族的名誉 但格朗泰一听要他出钱 就开始知日无误 非然了事 最后一个银行家冒遂自荐 说要去巴黎 帮格朗泰处理兄弟的遗产和债务问题 但这些只是表面文章 他的真正目的是让格朗泰出钱 在巴黎投资债券 听说最近有个债券很火 只要投资就能打转一笔 格朗泰表面上非常为难 谎称自己根本就没有本钱 但是当天深夜 他就拿出了一箱子金币 然后密密赶往巴黎 自己亲手操办 就此打转了一笔 与此同时 话说夏尔破绽以后 他只好和巴黎的女友分手 并打算到印度闯荡一番 他写给女友的诀别信 正好被欧远尼看到 欧远尼得知夏尔深入分文 便拿出了自己的所有积蓄 一开始夏尔很难为情 至于不肯接受 结果欧远尼立刻跪下来恳求 夏尔这才结果拿钱 为了感谢欧远尼的深情后裔 夏尔于是就将自己母亲的 相亲画像送给了欧远尼 这也是她期间为止 最为珍贵的一件东西 从那以后 两人的感情迅速升温 后来就私定终身 因为夏尔要去印度经商 只能回来以后再谈论婚事 欧远尼虽然不舍 但也只能祝福夏尔 早日共产归来 哥两台老爷子自然很高兴 因为他可以摆脱一个负担 就这样 欧远尼双眼含泪 目送着夏尔离开了自己 从那以后 欧远尼就经常拿出 夏尔母亲的幻想心上 他整天盼望着夏尔能够 早日赚到钱回来娶她 就这样到了新年这天 按照预网的惯例 哥两台老爷子又要检查 女儿的钱贷 看有没有少钱 事到如今 欧远尼只好路实相告 他将钱给了别人 哥两台听后立刻脸色大变 赶紧为女儿签给了谁 但欧远尼似也不说 只说他做了自己认为对的事情 哥两台立刻翻向倒柜 果然找到了空公路也的钱贷 他顿时气急败坏 大声通知女儿是个白眼狼 他不但打拉女儿 最后还将她禁足 不许她再见外人 看到女儿受了委屈 母亲也被气得就此一病不起 就这样东西春来 喊来书网 欧远尼足足在家 被求情了八年之久 当时欧远尼的母亲 也已经病怒高荒 捆将不久人世 本来哥两台对妻子默无关心 就连暖路也舍不得给她用 可是公证人突然告诉她说 如果她妻子去世 她的财产将重新分配 欧远尼将继承母亲的那一部分 哥两台爱财如命 自然不想让女儿愤怒财产 从那以后 她就开始故作姿态 对妻子循环温暖 以此来告诉世人 她对妻子的感情日月可见 后来有一天 哥两台发现了夏儿母亲的画像 她终于得知 原来女儿将钱全都给了侄子夏儿 为了迷不损失 老爷子就想撬开相框 挂掉金鞭 欧远尼眼看无法阻止父亲 只好抄起刀子威胁说 如果父亲至于这样做 她今天就死在父亲的面前 这事母亲突然病情夹重 哥两台见此 这才赶紧停手 她随即拿出了一袋子金鞭 更想一生 务必治好妻子 然而妻子最后 还是在备份中 离开了人世 而且刚才的那一幕 其实全是哥两台 演到好戏 妻子刚一顽固 她就伙同公正人 让女儿签出文件 将本甘由女儿 继承的那部分遗产 化到自己名下 欧远尼正在上进之时 也没有多想 就同意了父亲 等她刚一签字 老爷子赶紧将笔记弄干 好像生怕女儿会后悔一样 然而几年之后 哥两台自己的身体 也开始每况愈下 直到密留之际 她还在想着自己的财产 她让女儿将金币放在桌上 摸着这些金币 仿佛比在路火前 更让她感到温暖 最后哥两台老爷子 就这么死在了 自己的金币之前 后来欧远尼就继承了 父亲的家产 组组有一千多万 然而这一切 并没有让欧远尼感到多么开心 她只感到越来越孤独 她等的那个人 依然没有出现 直到有一天 她突然收到了夏儿的来信 原来这些年 夏儿果然在印度发拉财 她靠着贩卖人口 放高利贷 赚了很多黑心钱 同时她也变得自私自利 唯利是图 严厉只剩下利益 后来夏儿遇到了海盗 这让她几乎损失了所有的钱 回到巴黎以后 她有幸解释了一位 富有的贵族小姐 为了财富和贵族头衔 她立刻将欧远尼 抛至脑后 决定和这位富有的 贵族小姐结婚 她还将欧远尼 当初资助她的钱 录出奉还 就此和欧远尼 断绣了关系 这个消息简直像晴天霹雳 彻底粉碎了欧远尼 这么多年的所有希望 爱情的失望 让欧远尼对人生 也开始绝望 她只想立刻出家 从此不再过问 红尘俗世 但是神父却劝她说 对她这样的富人来说 生活其实也是一种社会责任 她不该去修道院 逃避现实 浪费上帝给她的一切 她劝欧远尼 找一个人结婚 让人帮自己管理家产 就在这时 有个人告诉欧远尼说 由于夏尔父亲 此前签的债务 夏尔一直没有偿还 因此那位贵族小姐的家人 为了颜面 有意拒绝这门亲事 除非夏尔能够立刻 偿还债务 不料欧远尼听了以后 她突然产生了一个想法 虽然无情无义的夏尔 抛弃了她 但这个堂弟 毕竟是欧远尼 这辈子唯一爱过的人 她思来想去 最终还是决定 帮夏尔最后一次 她随后就让女佣 叫来孤证人的侄子 德峰先生 这个德峰先生 为了钱 早就想和欧远尼结婚 欧远尼对此也信誉肚明 但此刻 这些已经不再重要 她已经决定 嫁给德峰 但婚后两人要各自独立 她们只做表面上的夫妻 不料德峰听后 想都没想就同意了这个条件 只要欧远尼答应嫁给她 她就是一辈子做狗都可以 在欧远尼的拜托下 德峰就带着一百多万的支票 找到了夏尔 她告诉夏尔说 欧远尼愿意帮她 偿还父亲的债务 夏尔听闻此事 当然非常高兴 可是随后当她听说 欧远尼即将嫁给德峰 而且现在欧远尼的身价 足足有将近两千万之多 这下夏尔才意识到 当初她抛弃欧远尼是多么愚蠢 她想立刻去找欧远尼 但没得逢拦住 因为欧远尼永远在先 她这辈子都不想再见夏尔 电影的最后 欧远尼独自坐在路火边 她感到这个世界 不会再有人爱她 所有人只爱金钱 不过这些已经不再重要 她的心早已死掉 之后过什么样的生活 对她来说都不再有任何的区别 电影也到此结束 金钱人人都爱 但她的本质也只是通向幸福的工具 但是有多少人本莫道志 将她当成了唯一的目的 即便攒下了大量的财富 却依然把生活过得一塌糊涂 哥俩台一辈子爱财如命 但终究一分钱也无法带走 夏尔自觉聪明过人 如此薄心寡意费尽心机 可是到了最后才某人发现 自己是多么的愚蠢 纯真的欧也尼 像找份真爱 简直比大爱唠针还难 好在她最后 看透了事态人心 也不再追求这些 她选择得风 是因为这个人足够简单 她就是为了钱 而且她愿意付出代价 婚后也不干涉欧也尼的生活 这对欧也尼来说 也算是无奈 但也能接受的结果 或许以后两人会有孩子 正如女佣说的那样 她会成为母亲 在孩子身上找回那份 纯粹的温情 好了 本期的故事就到这里 喜欢的记得点赞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